2020的星光大赏后场区,由于天气太冷,一线女星照领被动地披上了披肩,作为顶流的鼎力尔巴,直接披上了雕容大眼。 儿童上的三线女星助曲单,刚披上了披肩还没暖热骨,助理就走过来强制拿走了,还声称披肩挡住了礼服之美,无奈的助曲单只能委屈陪笑脸。 某活动的后场区,秦兰、杨幂、林允同坐一排,在采访的时候,主持人只采访杨幂和秦兰却无视了林允,采访完也是,杨幂和秦兰聊得不依乐乎,一旁的林允一副不合群的样子,只能用玩手机来化解尴尬。 宋晓风获得年度网络定演员,但一上台后决定有嘉宾给他颁奖,最尴尬的是在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,镜头却给了台下的王一博,只有6秒,粉丝看到后,风呼声不断,宋晓风还以为是为自己喝彩呢,接着